我跟所谓的政治脑残粉丝专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身为民意代表 民进党议员卷入身兼网军头子怡云 义政言辞和黑寒粉专没关系 但马上再被网友拿出分析打脸 被点名的黑寒粉专政治脑残中心 在被质疑管理者就是议员后 第一时间呛声影片来源 是在脸书录上剪到 诚意附上截图来证明 而截图上显示有暗黄色笑脸回应 实际到贴文点开一看 暗笑脸的人就是被高雄政坛 称为花妈六小福之一的议员简幻中 该走的法律的司法的程序 我一定会做 其实我发现简幻中议员 还有许许多多民进党籍的议员 都透过脸书上都一直在按键 所以我有透过一个中间人的 也是民进党籍比较中性的议员 告诉他们说不要再给我打 结果那个怎么回我呢 不会啊 打我很开心 有三万多人看他的脸书 邱于轩打脸简幻中 才说要切割加码提告 却又想靠抹黑对手蹭人气 而这个粉丝专业也一再被抓包 和民进党关系超密切 从今年三月底 前高雄市议长康玉成 请运作粉砖的幕后人吃好料 同样为花妈派系 邱俊宪及郑玉棚 也都在好友互动名单 绿色黑韩网军四处流窜 对国民党2020最强棒 躲在键盘后头发起攻击 记者综合报道